嘿,您好,这两天创投圈有一个很热闹的事件 就是罗永浩在之前锤子科技的投资人郑刚 朋友圈炮红罗永浩不地道 在新的一轮融资的过程当中 给上一波的投资人很大的利益的损失 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 Skylund Labs加伦实验室 那首先这两天大家从媒体的角度 应该经常能看到这次事件 就是郑刚,他是指挥创投的合伙人 他也是罗永浩在做手机的时候 垂直手机,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人 应该是投资了好久 那么然后他发了一个朋友圈 去炮红罗永浩种种的罪状 那其实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我自己总结大概 其实核心是有两个关键点 我觉得这值得所有的创业者 都需要关注的 这实际上是创业者跟 风险投资人之间的 非常容易发生的这种事件 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 指挥创投呢 就是这个郑刚所创立的这个一个人民币的风险投资基金 他是最早实际上是应该说是投资默默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 默默是上市之后啊 就是可以理解为是一战成名啊 他投资默默 然后民企变得很大啊 之后呢 有重 应该说是重注去投资罗永浩的垂直科技 前前后后一共投资了1.75亿人民币 那然后呢 投资这么久 但是我们都知道垂直科技其实是已经失败了嘛 那罗永浩著名的这个真环传 那么这些投资人呢 其实就是风险投资 他可以理解为几乎去归零了啊 但是然后罗永浩这一次的新的这个创业公司 一个AR的创业公司 估值1.9亿美元啊 融资了5000万人民币啊 那么然后呢 罗永浩啊 说跟之前的这个投资人啊 去商量股东商量 决定把新公司的投钱5%的这种股权 用来去回馈他们垂直科技时期的啊 投资金额比较大的这些投资机构 然后呢就丢给了他的一个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简单的说呢 就是对应啊 根据他原来的投资金额来去对应我新公司的股权比例 大概是多少 那么按照正刚的说法呢 而核算下来 他大概只能占到新公司的0.69%这个股权比例 如果按照1.9亿美元的这个估值的话 那么他的金额大概啊 其实是900万人民币 也就是100多万美元左右 那么这个算下来的话 确确实实这个亏损了很多啊 那么 但是啊 但为什么他能敢去炮轰啊 其实 又提到了另外一个在创投或者投资领域啊 非常 可以说是比较隐蔽的一件事情吧 可能在投资圈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创业者很多时候往往忽略就是叫做创始人的回购 那么他为什么敢去炮轰就是因为他们在投资锤子科技的时候 签了一个回购条款 那这个条款呢 简单说就是你创始人要承担连贷的责任 就如果投资了锤子科技 五年之后 五年之内你没有IPO成功 那么这个时候到了五年期 你需要按照我投资款的年化5%的利率 然后你去回购我投资的钱 简单的说 那我投资的1.75亿美元 1.75亿美元 人民币 那么你就需要按照这五年 我的利率算下来可能将近有1.8亿人民币 这也是郑刚所提到的说 我为了你这个将近只有一百多万美元的价值的股份 而放弃1.8亿人民币的回购权 那么我是不干的 另外呢 当然还吐槽了很多 比如说不开董事会啊 之前不沟通啊 直接放个协议啊 霸王协议啊 如果你定限期不签 四维自动放弃啊 等等这些过程啊 就让他很不爽 嗯 其实然后我看了 双方啊 罗永浩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回应啊 然后郑刚呢 其实也去接受了一些的采访 呃 核心原因其实就是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双方的沟通的问题 另外啊 简单的说还是因为产生了钱 那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对于所有创业者都应该有一些启示 综合来说那孰是孰非 孰是孰非呢 啊 还其实还没有说绝对的啊 到底是同志人的问题 还是创业者的问题啊 核心原因其实就两点 我们我们再来分开去辩证的去来看啊 就这个回顾条款 其实我相信所有的创业者看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那么你既然是风险投资 你竟然还不承担风险啊 就是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 实际上就是呃 因为我们接触投资机构 或者说我们在也做一些相关的业务呢 发现就是我投资你这家公司 然后这家公司倒闭了 那我所占的股权 其实简单说自动就归零了 那么这个在风险投资机构来说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人民币 只会创造这个人民币基金 哎 反而其实是不承担风险的 从他的合同角度就发现很简单 那么我投你的钱 如果你成了好 我要IPO之后 那我要得到先用的回报 如果你失败了 那么你要相当于借款啊 相当是年利率5%这种借款 你要去还给我的 那这个时候 那我相信所有的创业者一看到这个条件 我肯定就说那你这个到底是风险投资 还是借钱呢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这个事件 因为在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投资基金的人 也会吐槽这件事情 但是这确确实实是很多的基金 尤其是人民币基金经常要求的这件事情 这个就比较算是行业的一个惯例了啊 很多的项目 像机构啊 在我们看到的一些 呃这个获得 比如说上亿人民币的这种投资啊 上亿美元的投资啊 很多时候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条款啊 尤其是这种回购条款大部分啊 很多都会有的啊 那有的呢 早期的话其实按道理是不会有的 但是往后就是有 所以你会反正来讲 那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 你从媒体角度看到 某某项目某某人 获得了那么多的投资 你会觉得啊 这个赛道是不是很好啊 这个方向是很好啊 但其实可能背后可能不一定啊 他可能实际上是用他自己的 这个可以理解为身价性 因为你正常的一个创业公司的话呢 其实他是有限合伙机制 那么有限责任公司 就是说如果我在公司倒闭了 其实仅限我这个公司的相应的资产 其实不会连来连带到大股东 或者说连带到创始人 这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也是呃有限责任公司 就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而演变而来的 那如果个人连带的话 那其实你个创业者可能就 根本就就 因为你你你创业之后 你很难去这么大的金额 你怎么去 还啊 那么当然也透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八卦的 这就是罗永浩所谓的增 增还转6个亿人民币这个债务呢 其实主要实际上是供应商的啊 那么一方面 他通过变卖资产 把他之前的资产卖给了 直接跳动 3亿人民币 还有3亿呢 是他自己做直播啊 却是赚回来 然后去还的 也就是说 其实他对他之前早期的投资机构呢 是不属于这6亿人民币的这个债务里面的 那 据这个郑刚透露呢 是有将近15亿人民币的之前的投资资金 简单说 其实如果是正常的创创投过程的话 其实就是打水漂了 那这里面呢 可能不仅仅是指挥一家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这种大的型的 PE机构 甚至 其实还包括成都的政府的一些引导基金 那么 所以 这个其实让我们 所有的创业者可能要 你就能看到 风险投资 或者说投资我们看到的公开的投资金 可能他背后是有可能的事情 这里呢 其实我又联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之前大家 可能 呃到现在应该是非常去去 呃 这个 痛 痛批的一个乐事啊 因为 乐事我们看他 我们 现在看说他会讲故事 然后融资一轮一轮融资 确实是特别会去炒纵 呃 因为我后来我看到他之前融资的一个 呃 就很大额融资的一个PPT 那个PPT当中确确实实里面 其实他就也签了一个连带责任 就是 如果我要在什么时候不能上市 那么以这个钱我是可以转成借款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 让这些人民币的基金 愿意或者敢去大额去投资乐事 啊 但是我相信可能所有人也没有意识到 呃 人家更可以理解为奇高一招 他直接就跑到美国去了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信脱外等等 又又脱离了这个相应的责任啊 这个就是比较复杂的金融的操作了啊 但是从创业者角度呢 那么如果有你去投资的时候 这个呃 连带的责任可能需要去注意的 第二反向来说呢 那其实对于VC来讲 为什么会去签订这种类似的连带责任 其实VC确确实是也有实际的这种尴尬的 一些情况 呃 那最简单的就是连续创业者 啊 我们说有很多的VC会说 我就愿意去投资 之前失败的创业者啊 第二轮第三轮我都愿意去投资啊 是因为觉得说我会有失败的经验了 那么然后 可能第20会如果你还有这种热情 再加上你这种行业的 深度的啊 一些认知的话 可能成功性更大啊 确确实实 因为我们看到美团的王兴 其实他也是应该是第三次创业美团 才正式成功 但是呢 你第三次创业 你前两次创业的投资人 其实在你后面的创业是得不到任何的 从这个法律角度是得不到的 因为我投资你的上一次的项目的话 是上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那你那个破产清算之后 你下一次创业 其实我是一分钱的这种都得不到的 这个是呃 完全的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那反向来讲 郭永浩在这一次 如果越以拿5%的股权去给上一轮 也算是比较厚道啊 反向来讲就VC 其实也确实会比较尴尬一点 就是我砸钱给你 让你去创业 然后你失败了 但是你获得了经验的增长 我们说你去打怪升级 到底下一次的创业成功了 但是我砸的钱就真的就砸没了啊 这个是其实所以说中口来说 这是一个双方相互的问题啊 最后总结其实没有对错 我们排除掉正刚的各种八卦 排除掉罗永浩的个人的这种性格的问题 以及说他到底看不看 看得起创投人员VC 还是说呃这个管理内部管理的问题 董事会啊以及内部的这个战略 垂直的战略的问题 其实因为现在去复盘 已经很难去说到底谁对谁错了 但是总体来讲 其实创投市场 双方最终肯定是利益之上的 那我相信为什么去炮空 其实和学员还是你给我的太少了啊 那我然后再加上确实 整个过程真的是投入了大量的感情 投入的精力啊 他甚至把他自己的房子都抵押 借钱去借给罗永浩去发工资 在那困难的时候 另外呢 呃还有一个小的事件就是在罗永浩 刚开始垂直创业的时候 其实我在成都曾经见过他们一次 就是在天赋软件园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成都的成化区 还没有去投资他六个亿 他刚开始起步 应该说也是在寻求各个地方 政府的支持啊 他刚好在我们软件园内的一个 咖啡厅跟天赋软件园的领导在谈 这种相关的事情啊 然后我看到了然后刚刚我就呃 顺便过去打个招呼去大概 那时候因为我还是做科技媒体 所以问了一些问题 呃 然后回来之后呢 因为他是一行应该是大概是三个人 另外一个人就是真刚 所以说可见最早期确实这个指挥创投 正刚本人为这个垂直科技这个项目 投入了大量的这种感情在里面 投入了人力物力啊 包括这么一轮一轮的钱 又去借钱投入了这么大的感情 结果最终换来的啊 是可能没有经过很充分的沟通的一个合同啊 从感情上他确实可能也比较难接受啊 所以呢整体来讲啊 创创投市场呢 最终其实我觉得还是利益至少啊 双方啊 只要其实实际上只要是利益能够签好 因为有的投资人反而会很开心 这很正常 因为他本来以为我原来钱打水漂了 但是这个突然之间哎 又给了我一个 而且因为他是天使轮的投资嘛 那么他未来可能想象的空间有可能还很大 那当然很多人会喜欢了 所以综合来讲 对于创业者呢 其实在融资的过程当中肯定还是要注意的 那如果你是投资人的话呢 看不同的人的风格了 从基金角度 你为ILP去负责那需要去签这种对对协议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啊 我可能只是说还是介意 肯定还是扶持或者帮助创业者 才是一个真正的期间能够长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 好本期就聊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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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